早前,新门国会议员缺席国会,导致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财政预算拨款差点无法通过,引起外界批评。 对此,妇女部副部长杨巧双反击,指责国阵和一党议员扭曲事实,实际上是在野党在2020年财政预算案上投了反对票。 杨巧双强调,这一件事一直被在野党议员反复炒作,是因为他们企图混淆民众,掩盖他们反对政府拨款援助弱势群体的财政预算。 杨巧双在脸书发帖文指出,这一个课题是在上个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,揭露了在野党议员不赞成国会通过妇女部的财政拨款之后,才开始被炒作。 由此可见,在野党的意图明显。 他也说,新闻议员被批评在国阵政府执政时期,也曾经反对对方的预算拨款。 这是因为当时人民不相信国阵,新闻议员是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。 他更以野党发展公司舞弊案作为例子,批评国阵执政时期,确实发生许多浪费和舞弊丑闻。 他认为,新闻政府拟定的福利拨款以及执政作风都和清朝政府有别,不应该被反对。